哈囉大家好我是Aster 30歲呢是一個有趣的年紀 在身心靈的部分呢都踏入了另外一個階段 不過像我這樣子就是一個膚淺的頻道 今天沒有要跟你們聊心靈層面的東西 我們還是來講一下外面這一層 然後我這次真的忍不住要講一些比較浮誇的話 就是他們兩個用起來真的很像我另外一罐那個 非常有名萬元的抗擾修護乳霜的那個效果 那我在工作這幾年呢 就是很幸運的可以去接觸非常多的保養品 然後試過很多稀奇古怪的成分啊 還有一些保養的手法 那今天呢是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這幾年這麼多的一些體驗保養品 然後試用的那種感覺之後呢 我做一個去無存精的保養心得 跟你們分享 我覺得這一些概念算是相當的實用 所以假如呢你今天就算沒有30歲 剛剛要開始保養 我覺得這一集也蠻值得看的 我真的很希望我以前小時候在愛漂亮的時候 可以先看到這一些東西 然後這樣子我在保養的路上呢 比較不會走冤枉路 少花一些冤枉錢啦 從20幾歲跨到30幾歲的時候呢 其實是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自己的膚況還有體質跟之前 就不能說差很多 可是就是有差異 你知道在剛跨路 然後剛發現自己的皮膚狀態什麼的 頭像真的都在衰退 就會忍不住一點小焦慮 會想要把這個市面上的一些抗擾產品 全部蒐集起來然後用一遍 但是我後來發現就是 因為我也刪了好幾 這個用了好一陣子 我現在已經習慣我自己 越來越有年紀的感覺 這個已經不會造成我的焦慮了 變老真的沒有什麼關係 我反而覺得皮膚敏感是最可怕的 你知道30幾歲 生活壓力會是成為那個 皮膚敏感最大的根源 對我來說啦 而且皮膚敏感呢 它不是突發性只發生一次 發出一次之後它就會 啪啪啪啪啪啪 就是不停的發生 只要你有一些身體的小狀況 睡得不夠好 吃得太冰還是什麼的 它就開始敏感了 就很煩 所以現在呢 我還是會擦抗擾的保養品 當然我要圍取我的眉毛 可是呢 我也會備一套 非常強的穩膚舒緩保養品 讓我的皮膚鎮定舒緩 正常健康 這樣我擦保養品 才可以就是好好的吸收 然後也可以 你知道讓心情變好 這樣皮膚也不會變爛 算是一個正向的循環啦 那雖然呢 這一支影片也是工廠影片 但是我真心跟你們講 這就是我的真心話 我覺得 不管如何 你想要變白 你想要抗勞 它什麼樣子的 功能性的保養品 讓你本身的膚況提升 這些都是可以擦的 可是你還是要備一套 急救用 然後立刻可以穩膚舒緩的保養品 你會覺得它是你的救命神 但在你過敏的時候 假如你想要找一個 改善敏弱基因 然後改善你的肌膚問題的 一個品牌的話 你一定要知道 看到這瓶應該就知道了吧 小洪水 它是一個全球醫學中心推薦的一個品牌 因為它所有的書名系列呢 主要一開始設計給那些 皮膚本來就出問題的人 像是有酒造肌的啊 或是指頭性皮膚炎的人啊 後來為了推出一些產品 是給那種 偶爾才會敏感的 或是偶爾才會敏落的人 就比如說 曬完太陽 然後皮膚曬紅 然後曬傷 偶爾敏感 以及呢 做完術後醫美 然後或者是 換季的時候 偶爾會敏感一下 就是我們這些普羅大眾 他們就後來有設計系列 像這樣子 給我們這種偶爾敏感的人 使用的一些精華 還有乳霜 那書名系列 最有名的話呢 會是這個小洪水 這罐呢 叫做書名高效潔膚液 其實呢 它最厲害的是 它裡面這個液體 你不要看它就是卸妝水 可是呢 它在液體的這個部分呢 做得非常的講究 它殺菌殺得很徹底 因為大部分的保養品 殺菌的話 就是殺掉菌 可是菌的分泌膜還會在裡面 它是有透過 九種的進化工程 所以呢 它留下的這個水呢 是深一級的書名 唇水 就是超級乾淨 連細菌的分泌膜都沒了 所以就是 真的是很乾淨 鼻瓣的保養品 還有乾淨四倍以上 重點是呢 它卸妝的能力也非常的好 那它不只卸妝 也可以把你臉上的那些 微小的髒污 什麼PM2.5啊 那個小到不行的 一些髒污呢 都帶走 它主要是透過那個 潔淨微小分子 透過吸附的方式 然後把我們臉上那些髒東西 以及妝呢 全部洗走 就像磁鐵一樣 你也不需要大力的摩擦皮膚 然後你在卸的過程呢 也不會感受到 皮膚有任何的刺激感 或是刺痛感 就是卸完之後 還是可以保持皮膚的一個彈性 然後同時 皮膚上面的那些髒污 全部清理的乾乾淨淨 那當然它是 為美容器設計的一個 卸妝水嘛 所以它也不會添加那些 容易讓皮膚敏感的那些成分 這個部分的話 就真的很推薦 皮膚很容易敏感的人 可以去用看 很好用 這個其實是 品牌幫我補貨的 我本人是 好不容易用完了這一大罐 你知道這一罐可以用很久嗎 超級久 至少半年 至少半年 很好用 然後用很久 舒敏系列另外兩支 精華還有乳霜也是好用到不行 一定要知道 第一個是 舒敏抗老修護精華 另外一個是 舒敏保濕全能清乳霜 那肌膚敏感呢 通常有三種因素 第一個呢 就是 肌底受損 第二個是 肌膚表面的 平常受損 第三個是 受到外界的刺激 那這三個會互相影響 一般的舒緩精華呢 它只能做到 短暫的表面舒緩啦 沒有辦法一次 cover這三項 所以呢 就是敏感反應 會一直反反覆覆的出現 那舒敏抗老修護精華呢 它就是可以 這三個因素呢 全部都cover到 它因為它有添加 不一樣的成分 所以根據這三個問題 我們都可以去做一些改善 那對抗肌底的敏感呢 它是添加了 神經微導舒緩多酚 還有快氧化的維他命E 它就可以深入我們的肌底 然後去幫我們做到一個 深層的敏感反應的調整 再來就是 表面受損的部分呢 它是添加了 早脆激活雙生態 然後它這個 萃取的這個藻類呢 它是生長在深海 然後很極端的一個環境下 那它這個藻類 它就是有很強大的一個 修護能力 以及防禦力 所以呢 它就是你知道 可以用在我們的臉上啦 那它還有搭配二和四生態 然後去幫我們修護皮膚 那底掌外界刺激的部分呢 它是用一個肌膚仿生修護專利 那這個專利主要就是 所有系列的品項呢 都有這個專利的技術 包含我們的小洪水也都有這個喔 它就是重建肌膚最原始 還有健康的一個結構 就等於是讓我們皮膚呢 可以自己去修護自己 達到肌膚維生態是很平衡的狀態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比較不害怕受到外界的刺激了 就即便你受到刺激 那個肌膚維生態也不容易失衡 這樣子才可以做到就是長期的皮膚 比較健康還有穩定的一個狀態 然後你們來看一下就是我這個 使用的立即舒緩的效果 到底是怎樣一個立即 就是我是一個走 皮膚又開始敏感了一個反應 擦上這個精華之後 它整個這個皮膚的膚況呢 就是會舒緩很多 就是我今天擦 通常明天就會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事情發生 很厲害 它的舒緩能力跟修護力呢 簡直跟我那個他牌的萬元乳霜有的比 非常非常的厲害 然後它的價格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 我只能說它超級好用的 你真的要立即舒緩這個真的很好用 而且它保濕度也很不錯 所以假如你皮膚還有一些乾燥的情況的話 它也可以做一個舒緩這樣子 但它的質地呢 我覺得是所有膚質都可以使用的 因為它就是有一種精華水乳液的質地 可是擦開抹開之後它會收乾 收乾之後皮膚又是一個清爽的狀態 不會有那種悶黏啊 或者是那種負擔的感覺 就整個是很適合所有肌膚 然後夏天用也完全OK 那假如你是乾肌的話呢 你可以再搭配這一支保濕全能清乳霜 然後這一支的話 它跟小紅瓶是一樣 都有添加很多的吻膚成分 那它另外又有再添加一個就是 直萃絞砂精華 所以它的保濕能力就會更好了 那它的這個質地呢 是走一個清爐霜的質地 那你剛抹開的時候會有一種潤油感 但是呢不用擔心 它會收乾 所以收乾之後在皮膚表面 還是呈現一個相當清爽的狀態 所以即便是夏天擦 我覺得也完全無負擔 所以是一支不分季節都可以用的 那小紅瓶小紅霜 它們兩個都是沒有添加酒精啊 香精還有防腐劑的 然後特別就是它裡面還有添加89%以上的仿生成分 那這個仿生成分呢 其實就是模仿肌膚原生就會有的一些成分 所以像這樣子的成分呢 它用在臉上的話 它就會更加的容易被肌膚接收 不會有排斥的情況 所以即便是我們皮膚相當敏弱的時候使用 什麼醫美術後啊 都是OK可以用的 真心真心推薦你們兩個一起用 因為呢你們也知道就是如果是資深小女友 應該知道我講話通常都是相當的 不浮誇 比較客觀 來自己講 因為我不想要太誇張去接收任何的東西 我就是用很實際的感受去跟你們分享 然後我這次真的忍不住要講一些比較浮誇的話 就是他們兩個用起來真的很像我另外一罐那個 非常有名 萬元的 抗老修護乳霜的那個效果 真的有 它就真的非常的素效 而且它的修護力就是跟它一樣很有感 聽起來很浮誇 可是我真心的感覺就是這樣 所以我用完之後真的有下意大挑 很好用 所以假如你最近呢真的有在找一些修護敏弱啊 然後你真的是跟你的敏感肌長期抗戰了很久 然後沒有適用到適合的東西 你去試試看它們 我有用我的天 自己嚇死了 那第二點呢就是 如果你真心想要美白 還有一劑抗老的話 你與其買8000罐美白精華 你真的不如買一罐非常好用的防曬乳 防曬真的比美白精華來的重要很多 我跟你說紫外線真的是很容易曬老 你紫外線曬了一下發炎 然後你那個皮算脫掉之後 會覺得哇好像很光滑 可是你的皮膚不知不覺就是被曬老化了 被曬黑之後 你要再擺回原生皮膚的膚色 花的時間要很久欸 所以你不如一開始就先做好一個防禦 你先防曬好 你可能只曬了一點點 那你之後要回到你原本的膚色會是比較快的 所以我防曬用的很勤勞 第三點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長期維持一個緊緻 坦潤 盡量維持在一個現在這個年齡水準之上的緊緻度的話 那真的就美容儀器買起來 因為保養品它當然擦起來 以及抗老它的這個修復力什麼的 都是對皮膚有用的 可是它有用還是會有一個極限嘛 那因為畢竟我們的人就是歲數一直在增加 然後衰退的程度也是一直都跟著我們的歲數在增加的時候一直成長 所以我覺得美容儀器對如果想要長期維持皮膚狀態很好一個 這個緊緻度的話是很有用的 那我個人是比較推薦就是可以直接買微電流還有攝平 這兩個的話呢是最適合30家的人去使用的 因為微電流就是讓你整個肌肉這樣 那有些人比較容易垂的那種感覺 你就是可以透過這個讓它比較會有一種整體的緊緻度 而且我覺得微電流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會可以讓你快速的消水中 那攝平儀器的話呢它就比較適合你的皮膚表層是有鬆弛的感覺 沒有彈性了 按下去它回彈力變差了 或是按下去的時候你覺得有一種鬆弛的感覺 我覺得攝平儀器就是針對皮膚表面這個鬆弛是特別有感覺的 對因為它長期用完之後會覺得皮膚表面會有一種通彈的感受 是很明顯的 所以我即便現在已經真的30好幾 還是很多人看到我的皮膚的膚況的時候都會驚訝 就是我看起來老沒有錯就是我長相五官本身是老沒錯 可是我皮膚狀態是可以二十幾歲的 不愧我這麼用心保養果然是有用 下一點多喝水再多睡覺呢 比多敷臉還有用 這個也是我30歲之後的體悟 因為30歲之後身體真的很容易發炎 不是我在說 就是沒什麼喝水的時候皮膚直接 直接黃給你看 然後整個人呢就是感覺很乾燥 我啦我個人的情況是全上下皮膚都會很乾燥 所以多喝水一定就是會讓我自己本身的這個氣色會是比較好的 然後再來多睡覺這件事我也是超級有感 我現在只要你知道熬夜工作熬夜個三天我完蛋 我隔天直接長一顆超級大悶到很煩 或者是我身體發炎然後直接發在我的臉上 會有一些折留性皮膚炎啊或者是酒糟肌壓都會在臉上發出來 就明明擦了很多舒緩的保養品 或是一些藥膏什麼的 可是我時不時還是會發炎 就是泛紅 其實不是保養品那些美容 只是因為我不得已 我的生活作息 不得已 導致我就是身體發炎發在臉上 如果你真的是怎麼樣都覺得 我已經很認真在保養 很認真做運動 飲食上面有各式各樣的調整 可是還是很容易發作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早點睡 還有多喝水 好老生常談但也沒辦法 就這樣 最後像個人就是 對於保健食品的一個堅持 飲食算是蠻均衡的 可是呢我還是會另外補充一些保健食品 因為身體恢復的狀況就沒有以前來的好 然後確實也比較容易疲倦疲勞疲累 或是器官很容易累 比如說眼睛 吃很基本的像是維他命C 然後膠原蛋白 花青素主要是讓我眼睛比較抗淡化 NMN 以及偶爾會吃B群 然後還有益生菌 雖然聽起來好像吃了很多 但其實都是分批一次吃啦 就也不是一次就這樣 吞一把這樣 會隔幾天吃不一樣的 隔幾天吃不一樣的 補充很多營養之外 也不要營養過身 造成身體的負擔 所以都是這樣 間隔間隔的吃 所以我現在也很少在吃太甜的東西了 就以前很愛吃甜點 現在偶爾吃一吃就好 所以今天這幾點呢 就是分享給30歲以上的朋友 以及就算你今天還沒有進入到30 可是你剛要踏入保養的 階段的一些朋友們 真的都算是一個 我自己這幾年來的一個體悟啦 因為都是一些體驗過的事 然後誤出了一些 真的不得不遵守的道理 就是這一些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把你的肌膚敏感的問題呢 去做一個根本的解決呢 可以去嘗試一下 真的很好用 然後價格的話呢 因為畢竟它是醫美保養品牌 所以它的好入手的程度 是一個你有工作的人 或是你有打工的人 都是可以負擔得起的 但我個人是覺得啦 因為它的效果實在是太好了 所以算是CP值高的東西 然後美容一切的部分呢 如果你就是有在用的話 你就是堅持用下去好嗎 你堅持用下去 你會感謝半年前的自己 因為感謝它 因為這個改善的程度 是相當有感的 好 大家就這樣 新嫖化界的影片 如果想要去看我們今天夏天貓咪呢 可以去取我的IG 祝各位 漂亮 掰掰